前面練習完那個所謂的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之後 我們要下面做個比較簡單的練習 就是做工的方法就是 力量乘位 W 等於 F 乘 S 那重點是 F 跟 S 之間要互相平行 好 這樣就好 就是開始做 好 開始做 很簡單 一題一題來 第一題 往上拉 勢力向上 位移也怎樣 向上 有平行 那就可以直接帶 100乘三 300交二 第二題要注意一下 這有個沿斜面 那如果你的勢力是沿斜面 位移也沿斜面 那就可以直接做 可是有的時候題目不是喔 題目不是這樣喔 比如說我是重力 然後我沿斜面上升 那這兩個有平行嗎 就沒有了 那就要處理掉 那這題不用處理啊 因為它的勢力是沿斜面嘛 然後位移也怎樣 沿斜面嘛 就很簡單就直接帶就好了 又是300 那最後一個更簡單呢 就是水平的 情況下 拉它 OK 一樣 力跟位移有平行嗎 有 力量水平 位移水平 有平行 就直接帶 所以答案又還是300 這樣就沒有了 很簡單 300 300 就OK了 小吃一裝 那 下一題也是一樣簡單 直接帶公式 小米100牛頓的水平推力 靜止東西 沿前面前進兩公尺 請問你做工多少 就很簡單嘛 有施力嘛 有位移嘛 就力量成位移嘛 重點是要注意 力量位移有沒有平行啊 有就可以直接帶嘛 不行沒有它就要想把它轉一下 那這一題有沒有平行啊 有啊 那很簡單嘛 那就可以直接怎樣 直接帶就可以了嘛 這個就可以直接帶 就沒有問題 這個可以直接帶嘛 所以 直接帶一帶的結果是多少呢 No.32 多少 200請坐下 答案叫做200 就直接帶就好了嗎 啊 力量成位移嗎 力量多少 100牛頓嗎 位移多少 2公尺嗎 有沒有平行 有啊 就直接帶就好了 答案就叫做 200焦就解決掉了 這就是 一個基本的類型 那當毀的類型跟那也差不多 可是有點小變化 那原則上就是力量成位移 要注意力跟位移要互相的平行 就是我們要 跟你講的事情 OK 下一題跟這個類似 但是他是 82年男武裝 把他改了一下 當初的題目是問功率 你後面會寫到 我記得把他直接改成問做工 那就是有個超人拿個東西 然後呢 先走100公尺 再往上抬20公尺 請問你做工多少 他也是基本的力量成位移就好了 可是 請注意 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如果是完全不平行 垂直的時候有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所以 就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小事要注意 主要重點是 力跟位移要平行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小事情要注意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來答案是多少 他是幾焦耳雷 平車戰界問 他幾焦耳雷 女生15號 五千五 你說五千五嗎 你是說五千五嗎 好請坐 你說五千五 五千五 這裏要最重要注意什麼是 力跟位移要怎樣 平行 手提重物往前走 有平行嗎 沒有 垂直 所以第一段的100公尺有沒有做工 沒有 沒有 只有哪一段有做工 20公尺 施力向上 位移向上 這段有做工 而且做的是正工 兩個同方向 所以這個水平位移100公尺的時候是沒做工的 只有往上拉20公尺的時候是有做工的 那就是力量成位移 然後再出現一個小事情 什麼小事情 單位要是誰啊 牛頓 你手提50公斤重 你施力50公斤重 可是不可以用公斤重 要換成牛頓 題目沒有說就成多少 9.8 所以要乘以9.8 所以我們就乘上去就好了 力量成位移50乘9.8幹嘛 換牛頓 然後走多少 20公尺 然後就算出來叫做 9800 這就是原因在這裡 我剛剛講過這個keyword重點是什麼 力跟位移要平行 所以只有20公尺的地方是有做工 100公尺是沒做工的 還有一件小事情是什麼 單位要注意 要用的是牛頓 不能用公斤重 只有是我們的練習08 最後這個練習09 跟剛才是差不多的 這題其實是可以用功能原理去算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不這樣算 因為我們現在練習力量成位移 那剛才講過了 有的題目呢 力跟位移是有平行的 施力是向上的 位移也向上就平行嘛 施力沿斜面 位移也沿斜面也就是平行嘛 那就可以直接做 那如果不是的話 比如說施力是垂直的 位移是沿斜面 那就要換嘛 就要換 那在這題看 決定看起來好像 好像這個 100公斤啊 然後把他拉上去到頂端啊 重力做工 100公斤重嘛 那對於重力來講 跟他有平行的位移是多少呢 是2公尺還是1公尺呢 他沿斜面2公尺 爬到1公尺高的地方 我問的是重力做工 那重力做工要用的位移是哪一段呢 是2公尺還是1公尺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算完了 好 所以這個重點就在這裡啊 問題就在這裡 ok 好 找一個帥哥男 有嗎 有帥哥男嗎 二分 哦 應該是A吧 你的答案是A喔 很好 你答案選 你選的是A 我們選的是A A A 力量成位移要 要那個 沿同一個方向 那這一題重量向下 所以是要找垂直方向 才是我有平行位移 所以是幾公尺 一公尺 不是兩公尺 那剩下呢 位移向上重力向下 所以做什麼工 副工方向相反 然後就往裡面帶 然後注意要用牛頓喔 牛頓 所以呢 再做一次 100乘以10 因為他自己機用10帶 然後去乘以1 前面掛一個負號 表示做復工 所以答案就要做 負一千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是A 這就是 這三題就是要練習什麼事情 練習 練習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重點 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練習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